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修三星的硬盘 这是一块三星的970 EVO Plus 机主说不明原因直接掉盘 说了好像又跟没有说一样啊 既然机主不知道原因 那就让我来给他把百卖做一下诊断 可以看到这个硬盘的电流 它跑得非常低啊 像这种电流主控是肯定没有工作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保护隔离管坏了 具体嘛,我们来给他测量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保护隔离管前面的3.3V 它是有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后端 后端应该在这里啊 诶,这里也有3.3V啊,我去 看来今天要在这个保护隔离管上面 简陋是不可能了 保护隔离管的下一站就是这一个电源芯片了 我们继续来量一下 这个电源芯片它的工作正不正常 这里有电 这里也有 这个OK 这个也OK 好像 电源芯片这边也没有坏啊 前面两次简陋的机会都完美避开了 像这种有电压产生 但是电流却走得非常低的 肯定是主控没有正常工作啊 如果主控它工作了 即使我没有装这两个颗粒 它的电流应该都会在0.35V左右的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一次简陋的机会 现在这一个金阵它其实是能起阵的 不过这个波形它走得非常的奇怪啊 咱们来放大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现在这里就是成一坨的 正常工作的话 这个金阵应该是成单链螺旋结构的 乱拳达斯老师傅 直接给它换一个看一下 金阵化完这个电流还是跑不上来啊 三把斧全用完了 看来这个未知问题最终还是有可能发展成大问题的 没办法只能继续硬着头皮把这个主控给它干下来了 这边我花了点时间把它原来的主控给它指好球了 顺带把它原来的焊盘也清理了一遍 上面也没有看到掉点的迹象啊 而且我又准备了一个我自己的料板 电源部分我测试过了 它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要来把这个料板当做替死鬼 把它原来的主控干到我的料板上面 看一下这个电流能不能跑上去 如果这个电流还是一样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盘肯定是没救了 主控干嘛 电流直接轻松跑上来 那这个未知原因掉盘也就很好解释了 就是它原来的主板应该是板层断线了 而且恰好是断在主控供电部分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这两个颗粒也一起移过来 OK搞定还好固件没有坏 继续来看看下一个事故盘 据说它是电脑摔过以后 才导致这块硬盘不识别的 我非常相信它是摔过的 而且还摔得不轻那种 可能从正面看没什么感觉啊 咱们调整一下角度 可以看到整个硬盘 它都是成一种扭曲状的 这里从主控到硬盘尾部 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弧度 最神奇的是 这一块硬盘它居然还可以上电 并且有跳动 不过这一个电流 肯定是比正常工作电流要偏低的 刚才我也短阶测试过 硬盘它是进不了这个路模式的 像这种重摔变形的 有可能会导致主控或者颗粒大面积掉点 严重点的话 主控的晶圆也会裂开 虽然外表看起来有一层装甲在保护 但是这种是抗磨不抗摔的 因为之前也确实有遇到过 重摔以后 包括这个主控晶圆都整个掉下来的 毕竟现在硬盘还可以上电 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一下 这个主控它是不是活的 如果这一块硬盘的主控供电线路 以及这个金正线路没有断的情况下 理论上是可以通过示波器来看到它的心跳的 哎呀 心跳没有了 感觉这块盘 有点危险了 先把主控给录下来 真的直接大面积掉点了 主控的焊盘我给它清理了一下 这里掉了一些点 不过刚才我已经对比过了 都是一些空点了 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这个主控它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像像凹陷的迹象的 可能画面上看得不太清楚 这就尴尬了 万一这个主控是坏的 我这活肯定又得白干了 但是现在都搞到一半了 半土而废 这也不符合我的办事风格 所以接下来的操作嘛 肯定还是赌盘 毕竟上一块盘我已经赌赢了 万一这一块赌输了 也还可以小赚一点 不至于亏本 这买卖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料板这边我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一块全新的PM981A 想让我把这个主控给它移植过来测试一下 操 主控连击没有反应啊 这里我是没有装颗粒的 我突然有点后悔了怎么办 有的网友可能会想 如果用一个好的主控 去替换掉它原来坏的主控可不可以 这是刚才970EVO的主控 肯定是包好的 并且里面的资料我也读完了 其实大家能想到的 我肯定也实践过啊 你敢给三星换主控 三星就敢直接一个异居分区 糊你脸上 我就是受害者之一啊 因为我实在是不远心 看到它这么快的就离去 于是我又花了两天半的时间 给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开颅复位手术 这一块呢 就是它原来的头盖骨 我已经给它掀起来了 现在这一个心跳是已经成功恢复过来了 并且刚才我也上机测试过这一个主控 它是可以正常识别到了 具体这两个颗粒 它又没有摔成内伤 这就要得看天翼了 反正颗粒本体是没有掉点的 只有原来的主板 这里掉了几个空点 又花了我30秒的宝贵时间 我把它原来的颗粒也装上去了 现在这一个被摔成脑震荡的硬盘 是已经可以成功识别到了 一共两个分区